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经济 我是这集编辑室 阿安有主持人 经济日报深度内容中心 林安妮 今天录音室的嘉宾 依旧是我们国内知名的 永续专家是 KPMG安侯永续顾问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 林全新Sam 来跟大家聊聊 最近的ESG最新趋势 Sam麻烦问候听众朋友 主持人安妮 各位听经济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PMG Sam 好 几年前我们发现 在媒体行业 实在很难找到新进的记者 那因为很多新进的记者 他们都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去当公民记者 或者说我们一定要去新媒体 所以过去几年 可能这个公民记者 或新媒体这样的字眼 是非常受欢迎的 那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辛苦的 就是要持续的找新进的同事 那最近呢 这一年呢 新来的这个同事呢 告诉我说 最近我们年轻人找工作呢 又有新的关键字哦 这个新的关键字 要看大家的这个ESG 这家公司的ESG 做得好不好 然后或者说这家公司 我还要关心 他有没有DEI 他DEI的成分 是什么 哇 我乍听之下 觉得这个 这个招募实在太困难了 但是好像年轻人讲的话 不无几分道理耶 可不可以先请Sam 来告诉我们了 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几个字哦 DEI 到底再讲的是什么呀 DEI指的是 Diversity 就是多元 Equity 平等跟 Inclusion 共融 所以多元 平等 共融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 友善企业跟幸福职场的指标 像很多的企业 他可能会对外主张说 我是一个幸福企业 但是我们在查看他的ESG报告的时候 最喜欢看他其中一个指标叫做离职率 离职率 结果有一个企业他如果说 我们这个福利制度很好 然后是幸福企业 然后离职率高达40% 那你应该可以想像说 其实好像并不是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个是整体的世代还有价值观 对生活还有工作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记得以前普遍来说 这个战后婴儿潮世代 X世代大概都希望 如果毕业以后就业 是希望可以进世界上最好最棒的公司 通常都是这样子 500强这种 对对对 他盆500 国内的百大企业 然后大集团里面工作 现在历世代的年轻人不太一样 现在希望进对世界好的公司 就是我希望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不但只是糊口饭吃 我希望我做的工作 我待的那一家企业 是我认同他的精神跟价值观的 如果说他的精神跟价值观 跟我的这个思考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他表面上做一套 然后私底下做一套这样 我不是很喜欢 所以以前的就业跟人生价值观是 我一定要找世界上最好的公司 企业去工作 现在比较多历世代的是 我希望可以找对世界好的企业去工作 那对世界好的企业呢 我们刚刚讲这个DEI的概念就非常重要 台湾或者是国际上做过非常多的调查 特别是针对DEI 调查里面发现 普遍高达八成 80%的工作者 现在变成 把DEI变成求职跟留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因为现在世代交替 少子化啦 导入AI啊 所以你怎么样吸引对的人加入 而且还要可以留任他留的久 这个对我们企业来讲 可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所以DEI呢 不是好像只是一个评估指标说 看你们是不是 一个友善幸福的一个企业指标 变成说是在这个企业职场里面 多元发展 平等对待跟 真财和揽财上面 甚至是企业形象上面的 一个重要需要参考跟评估的 一个也算是ESG的项目 那现在很多企业主跟人资部门 他们都很努力来推动这个DEI啊 但是要怎么样去追踪设计考核 我们才知道说 这个公司的体质文化有越来越平等 多元包容呢 到底这个DEI有办法做量化吗 可以喔 第一个当然是公司要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制度跟流程 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八股啦 比如说公司要有人权政策啦 然后公司要申诉机制啊 要有什么性骚扰处理流程 或者是性别平等LGBTQ 这些相关的这个政策 但是这个东西是需要的喔 他除了是一个宣誓性的动作以外 他也是在看你公司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样的流程跟机制在处理这些事的喔 那到底是完整的或假的这一些管道啊必须要有建立 所以这是第一个政策跟制度上面流程建立 第二个呢当然是要设定具体的目标跟定义量化的指标 比方说呢什么叫做多元招聘的管道跟员工 这个多元招聘的管道呢是只有从网路上吗 从校园就业博览会吗 从壮世代青年服务就业中心还是什么各种不同的地方 你是招男生女生或者是这个啊 性别主张自由主张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同事呢 然后你是针对不同的人做不一样的教育训练 或跨部门的合作专案 你是设定员工满意度调查吗 还是用这个新进然后一段期间的工作的人 或是高阶的工作的人他的这个回馈 他都可以有一些不同的KPI跟量化的指标设定 然后再把这一些调查的结果回去调整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政策跟制度流程 那DEI就不会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 而是一个基础落实的一个原则跟方法 嗯所以说这个DEI可能不是自己讲 讲说哎我很多元平等包容 可能不是只是嘴巴讲 这样必须真正的去跟踪他的每一个 每一个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去设计一套机制出来 然后甚至呢也要有这个就是考核的这个机制 来确保说哎我这样做是真的还还蛮符合这个多元的 我所要的多元的这个价值 我所要的这个平等的价值 那每一家做出来的会一样吗 还是说每家就是其实我可以根据我自己想要这个 做微调 对主要诉求的 比如说我想要低做多做一点 或者说我想要一多做一点 大家都是可以这个没有没有固定的说要求说 大家一定哎什么样情况下 哎我就是90分 还是一样那个概念就是要依照自己 啊企业的这个产业特性啊 还有你的核心本业去做发挥 那这样子会比较适合 嗯比如说刚才讲到那个生计产业当中 哎率先这个推出动软家 就觉得哇这个这个真的是很符合 他自己这个公司的这个样子哦 这个给人的感觉哦 那他也做出一个还蛮这个呃 坚固有这样需求的同仁的这个福利哦 这个也是真的还蛮走在蛮前面的哦 好那现在DI其实不只是一种倡议啊 其实好像有一个新的这个永续框架 刚刚其实也有稍微提到TIFD哦 那他在9月上入试新闻 哎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马上要求大家要有这个DI的什么的 一定要做到什么水准吗 是这样子吗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在高永续啊 ESG几乎都活在TXFD 就TXFD的多重宇宙 什么叫TXFD TCFD TXFD 这个C就是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所以是气候相关财务资讯阶漏架构 然后呢 谈一谈呢 又看TNFD 那个N是NATURE 所以是NATURE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自然相关的财务资讯阶漏架构 这个在去年的9月13号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的架构阶漏 那现在的时间点呢 又到了今年本来一个架构叫TIFD 它是这个I是Inequality 就是不平等相关的财务资讯阶架构 但是呢 这个过了一阵子以后 大家觉得这个不平等 还有跟这个社会人权相关的东西 是不是应该结合在一起呢 所以这两个就变成叫一个TISFD S加了一个S 那个S就是 它除了是Inequality 不平等以外 就是N的 Social 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社会相关的财务揭露 所以你看看 这个TXFD多重宇宙呢 就有在谈气候 在谈自然 在谈这个不平等 以及社会相关的财务资讯揭露 讲白了全部就是企业以前的这个营运 大家只看你的经营绩效做得好不好 现在要看你在气候上 在自然生态环境冲击 在劳动权益人权上面的这个 扑显有多高 如果你在这个相关的财务上面经营赚得很好 可是你在这一块扑显很高的话 可能一次就会赔上你的所赚的部分 所以这是现在的一个概念 希望用这一些评估的架构 去了解企业在这一块的准备度到底有多少 那这个是我要额外准备一份财务报表吗 还是说我其实在哪一份报告当中去 在额外的增加说明 我在这部分的这个做法跟贡献 它其实是一个啊 希望可以用货币化的衡量的一个架构 让主要是让投资人 利害关系人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企业在人权上面的风险跟机会 所谓人权上的风险跟机会 就是我们刚刚谈的DEI的概念 你再多元 然后再平等再包容上面 比如说你这一家公司呢 虽然很赚钱 但是你一天到晚因为移工问题 不管有逃跑啦 不管有虐待啦 不管有扣薪啦 劳动法规这个被罚钱 然后你这个违反的次数非常多 说不定你之后就被停工 或者是被禁止再引进外劳 那你这种基础或者是这个 重工业相关的一些这个support 可能就会减少 会冲击跟影响你的产能跟营运嘛 所以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架构 货币化的方式知道 卸在人权上面的各种风险跟机会 那也就像是这个建商盖房子嘛 你看很多的这个工地 如果他没有管理好 动不动你就听到说 有工商事故 轻则这个稍微停工几天 重则这个台北市也有一些这个建商的案件嘛 马上就是完全无限期停工 那这样子的情况可能冲击影响就很大 所以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架构跟机制 鉴别好到底他的这个重点在哪里 可能有的impact的财务数字有多少钱 而不是另外编一本这个财务报告 然后再专门讲这样的事情 而是也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架构 可以帮助企业评估自己的situation 然后知道自己现在这个跑到哪里了 然后还要再往哪里跑 可以设定目标做滚动式的管理 而且有这个财务的数字 大家比较有感 不会只是讲空泛的话 说我公司提供了这一些好的制度跟福利 那到底在这个成本上面 或者是财务的回报上是怎么样 是这样的概念 那这要做那个有关 钱的方面的估算会不会有点困难啊 因为毕竟这个行为我做的好就是它不会发生 但我做不好我可能会被罚款 那可能这样我会有这个罚款的这个支出 但这个有办法真的这么精确去算出一个钱的数字吗 在国际上面应该是说 这在社会科学的量化的上面 它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比如说快乐值多少钱 成就感怎么计算 甚至是说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上面 我们要去找很多的佐证资料的时候 大概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当然就是参考文献 有人做过类似的一些报告 这个香港或是英国 这个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的时候 它获得多少的快乐跟成就感 这一种是参考 第二种呢是这个怨妇价格法 所以在这种方法学上面 它大概可以有文献 怨妇价格 市场比较法 类似这一种 那社会面的一些议题 其实在国际上ESG 也有一个叫Social Capital Protocol 就是社会资本的这个协议书 里面就有很多根据 这一些相关的社会议题 然后大概换算成 货币化财务数字 应该约当合多少钱 这样的一个参考资料 所以是可以算出一个数字 做一个财务的表达 没错 哇这个Sam的工作 比我们想象中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这个 这个抽象的 这么抽象的概念 居然还可以这么实际 哇这个工作内容 真的是非常不简单 好的 今天很谢谢Sam来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 希望对听众朋友们 有所帮助 下一集呢 我们还要就这个 生物多样性 这个议题比你想的 都还要进 我们还更进一步的讨论 喜欢我们的节目 不要忘了给我们 可行的评价 如果有任何 想要收听的题目 或是对本集节目 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